當你發現呢 他這三項測試 有任何一項是異常的話呢 就是呢 他很有可能 是那種中風的病人患者 當你周遭的親朋好友 或者是你的家人 有疑似中風的跡象 比如說他有單側的肢體無力 說話不清楚 你可以經由簡單的中風測試 三個步驟 來幫他簡單的測量 他是不是有中風的跡象 這三個方法分別是 微笑、舉手、說句話 以下我們做示範 微笑呢 我們請 進了呢 做一個微笑的動作 來先生 你跟我說個吸 吸 如果呢 他的臉部表情 不是正常的話 他可能有中風的可能性 第二個呢 舉手 就是呢 把他的手伸直 好 然後請他閉眼睛 然後撐住 三秒鐘 好 如果呢 正常的病人呢 他兩隻手會平均 那異常的病人呢 剛我們請他 撐住的時候呢 來先生 撐住喔 好 他的單手呢 垂下來 不正常的話呢 表示呢 這個部分 測試是異常的 好 說句話呢 就是呢 我們用 請他說出簡單的口語呢 說出自己的名字來 先生 你叫什麼名字 呃 好 如果呢 他說話不清楚的話呢 他在語言測試的部分呢 就是有異常 當你發現呢 他這三項測試 有任何一項是異常的話呢 表示呢 他很有可能 是腦中風的病人患者 這個時候呢 你要趕快打 11999 有疑似中風的跡象 譬如說 他有單側的肢體無力 說話不清楚 你可以經由簡單的中風測試 三個步驟 來幫他簡單的測量 他是不是有中風的跡象 這三個方法 分別是 微笑 舉手 說句話 以下我們做示範 微笑呢 你們請 定人呢 做個微笑的動作 來 先生 你跟我說個吸 吸 好 如果呢 他的臉部表情 不是正常的話 他可能有中風的可能性 第二個呢 舉手 就是呢 把他的手伸直 好 然後請他閉眼睛 然後撐住 三秒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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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